最爱关心的是美国指南NBA 圣安东尼奥马刺115 比117败给了克里夫兰骑士 苦吞了五连败 众元郎Vitro Rambayama 攻下了24分 外带10篮板 还送出了本季第一百次的火锅 但是马刺两度错失了逆转机会 输掉这场比赛之后 在NBA排名倒数第二 马刺本季战机惨惨惨 折定客场作战对决骑士 骑士的Karis Levert 在第一节倒数时刻 抄球之后投进了一颗压哨三分 本人23分进账 一路和队友急掌 坐回板凳区一气呵成 而他的队友骑士中锋 Jerry Allen 29分16篮板 而说到灌篮秀的时间 马刺这里当然也有 卫士尼快攻攻炸篮磐磐 而他的队友马刺状元 Vitra Wambayama则是自超自冠 一条龙包办到好 只是本日上场25分钟 高效攻下24分 10篮板的斑马 也有识别的时候 J球翔冠被Jerry Allen盖了一锅 还好队友Jerry Allen 不冠收场 而状元狼Wambayama 当然不可能就这样忍气吞声 找到复仇机会 你不讲武德 那我也不客气 送出这一锅之后 Wambayama成为NBA时尚第六位 赛季前三十五场 达标一百次主攻的人 活锅数量领先全联盟 得分篮板超截则是新秀最多 只可惜马刺凉度措施了逆转机会 最终是一百一十五比一百一十七 败给骑士吞下五连败 本季战机五胜三十败 排名NBA倒数第二 知道大家好奇倒数第一是谁 是只有三胜吞三十三败的 敌特律活塞 华氏新闻陈一伟零文报道 哈喽 我是蒋心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